各位好,我是洛杉矶的陈正隆 驻美地产执政人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则省钱的信息 首先我要声明一下 我是加州的注册地产经理人 我不是会计师 所以和大家分享 这个不是任何法律的 或者税法 或者税务的知识 那首先大家在加州买房子的话 这个国税局它有一个条款 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是你的住宅的话 你可以个人赚了25万可以不用付税 然后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房子是50万买的 如果你75万卖掉 那你就赚了25万是不需要付增值税 那如果是夫妻两个人的话 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是50万买的 然后是100万卖掉的 那如果夫妻两个产权都在这个名字上 产权上面 名字都在产权上 那也不需要 这50万也不需要付增值税 那我们接下来具体讲一下 这个它的这个条 怎么样可以达到符合这个不用付这个增值税的要求 那它这个呢 有三个三个测试的这个点 那第一个点呢 就是说这个拥有这个产权必须在过去五年里面 就要最少有两年 是你是拥有这个产权 在过去五年里面 必须有两年已经是拥有这个产权 然后呢 但是这两年呢 不需要是持续的 然后呢 这个两年呢 也不需要是就是最近的两年 之前的两年也可以 这是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符合要求的这个需求呢 就是说 这个房子呢 必须是你的第一个主要住宅 那 实际上也有限制 就是说 在过去的 同样在过去的五年里面 最少要 最少要有两年 这个房子是你的主要住宅 是你的这个 我们英文讲的 principal residence principal residence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第二点 然后最后现在我们讲第三点 那第三点就是说 在过去的两年里面 你不能就是通过这个方法 也避免了这个获得这个增值 也避免了付这个增值税 他这个英文讲说 you have not extruded the gain on the sale of another home within two years prior to this day 就是说在你这一次想免税的时候 之前的两年 你没有卖过一个房子 也是因为辅助这个逃管 避免付了这个增值税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是洛杉矶 住民地产 请问你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